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听民生解民优 见证贴心服务在身边 欢迎收看今天的结束集办 近日市区的 徐女士和朋友乘坐出租车 出门办事 不慎将一个装有三万元现金的纸袋 是遗忘在了车内 迪哥聂江涛发现后 及时上报给公司 并配合积极的寻找施主 最终亲自将这笔现金 是交到了徐女士的手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紧张而有暖心的一幕 就是这个包 就是这个包 这个纸袋子 11月15日上午10点半左右 虚女士和朋友在市区 一居民小区门口打上了一辆车牌号为 鲁JT5399的出租车 前往目的地 十分重的车程 对于迪哥聂江涛来说 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工作 不过 等他们下车后 聂江涛就发现了车里有异样 发现车里的这些现金后 聂江涛第一反应就是 及时上报给所在的出租车公司 并再次回到徐女士 他们下车的地方进行等待 一回到一家园 一等了十几分钟 然后你也没等到那下车乘客 肯定要第一时间想找到事 我问到他你给他票了没有 他说我给他票他不要 他说又不报销 就这样走了几乎的 没有联系方式 也没有拿走发票单据 没有联系方式 这样出租车公司无法寻找施主 随后 焦天文经理将此事 立即上报给了 奎文区交通运输局 在奎文区交通运输局的帮助下 事情总算有了眉目 交运出租公司一个叫张磊的电话告诉他了 尽管现在有位施主要认领这笔钱 但维方交运出租车公司的这位焦经理 却丝毫不敢大意 因为他要对这笔钱负责 对施主负责 正好这施主钱了 这现在多少钱不能包 这家里施主叫他来数数钱 想问他是多少钱 这共同打开 你还钱是多少 才能准确的 要不冒零了怎么办 这个事 也是害怕 你是不敢说这我钱有多少 你好 你好 你现在是在去交运公司的路上吗 对对对 我走的这是国海路这里了 放心钱已经在他那了 只要你们拿出相关的证据 然后钱数兑起来 就可以还给你了 是这个吗 是我里边还有个新风装着呢 还有新风 我在后面 我没追 你说沙拉 我的那个 这是沙拉 但是我们又没点 你点点吧 好的 这个要你点钱行吗 哎呀这我相信你们一看 就还要真正能这儿 我们就已经很那个什么了 要不然你点一下吧 你点一下 就是你稍微 稍微这个 哦 再看看点一下 经过现场清点 三万块钱现金逆分不少 施主身份也核查清楚 对于失而复得的现金 施主许女士非常开心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已经别多了 许女士说 当时自己没有任何关于出租车的信息 更没有发票收据 想要找回来的几率非常小 我们是觉得你看 这车走了肯定不会回来 我们就在这打电话 这打那打了 这不是这么长时间 也是 但是这 也是很远 反应得很快 我觉得这个 谁也不想丢了 你也那么忙 我也知道你施主的心情 我就第一时间联系 上级领的主管部门 通过主管部门 联系电视台 就找到你了 我想心里今天很大事了 你放心了 当时的时候 不过乘客那个很热气 我当时心想也是很热气 想能还给市主的话 我现在想的很踏实 谢谢来师傅 谢谢来师傅 讲到乘客的衣食物品 然后并规划给乘客 是我们应该做的义务 我相信每个有爱心的人士 有着历次的情况 都会这样做 在此我还希望 把这份正能量给传递下去 让社会储罵正能量 对于像那个联交头这样的那个驾驶员 以后我们要多宣传 让整个围方式的驾驶员都向他学习 然后多做些时间不灭 或者坚毅用微 等好人好事的 就把我们出租车这个行业这个形象 树立好 我们这座城市从来不缺温暖的故事 太多宿美平生的人 用善行一举表达善念 浸润成是温暖的底色 暖心人就在你左右 暖心事仍在继续 好低歌聂江涛的暖心举动 再加上出租车公司等部门的爱心接力 让施主的现金是势而复得 这就是出租车行业的职责所在 也是社会文明和谐的具体体现 让我们为他们点赞